大家好,我是轩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家长只知道要给孩子补钙 却忽视了大人 其实,成年人只要到了30岁 每天身体内的钙都会流失 尤其是中老年人,钙流失的更快 所以,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 每天补充一定的钙质,让骨壳更健康 春天是补钙的黄金期 随着气温的升高,加速身体的血液循环 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 食补更易于吸收,补钙也更容易吸收 春天给孩子补钙,个子长得快 给老人补钙,可以增强骨壳健康 预防骨质疏松 中年来补钙,可以减少钙质流失 骨壳更强壮 今天这一道菜被誉为是春天的补钙猛将 称得上是钙中之王 每天吃一些,胜过喝十杯牛奶 十碗骨头汤 小孩个子长得快,老人腰不酸,腿脚有劲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点点裙带菜,不需要太多 因为一点点它就可以泡发很多 裙带菜在一些国家常有海中蔬菜的美称 不仅是因为它鲜绿的外表神式蔬菜 更是因为它的营养格外丰富 因此还被誉为长寿菜,美容菜,补钙菜等等 群带菜的营养价值的确很高 它是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天然保库 含有十几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和维生素 ABC等 以及钙点甲心等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不仅如此,它强大的功效 更是它蔬菜所不能比拟的 裙带菜含有神奇的荷养糖胶 不但能增强肝功能有助于身体排毒 还可以提高身体抗病能力 并且还含有独一无二的海藻粘液 能将血液中负责的那元素排出体外 从而达到清除血液毒素的目的 经常食用可以清火、安眠、排毒、去斑 群带菜也是补钙之王 其中的钙含量是牛奶的十倍 同时也是补心能手 含心是牛肉的三倍 并且500克裙带菜含铁等于21斤菠菜 因此是补充钙、铁心的全能蔬菜 裙带菜加入温水泡发好 放一旁备用 因为我这种是属于免洗的 所以根本不用去处理 等一下直接用就可以 如果买的那一种是要洗的 就要清洗干净再用 接下来准备几只新鲜大虾 大虾属于水产品 一般水产品蛋白质含量高 而且热量低 对人体很有益处 虾的营养价值很高 全身都是宝 虾脑含有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脑磷子等营养成分 虾肉含有蛋料的蛋白质 碳水坏合物 虾皮含有红素 钙 磷 甲等多种人体 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第一 大虾可以壮阳益胜 传统医学认为 其味甘咸 性微有壮阳益胜补精的功效 所以虾也是一种 非常适合男性吃的一种海鲜 第二 可以促进骨骼发育 虾中含有比较丰富的钙子 可以补充人体对钙子的需求 促进骨骼发育 对生长发育的青少年 有一定的好处 对于中老年 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第三 可以滋补身体 凡是久病体虚 气短乏力 不施饮食的人 吃虾都有很好的滋补方式 虾可以作为滋补食品 经常吃虾 有强生状体的效果 第四 还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虾中含有铭元素 而铭元素对心脏的活动 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能够保护心血管系统 减少血液中的胆固存含量 对动脉硬化 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第五 可以提高免疫力 虾中含有的蛋白质脂肪 钙 铃 铃 铭等营养物质适量食用 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营养成分 提高自身免疫力 对疾病有所抵抗 新鲜大虾把它的壳剥掉 剥掉的壳也不要扔掉 处理好的新鲜大虾 把这个壳和肉分开 这些新鲜的虾壳也不要扔掉 等一下也是一样有大用处 把这些虾壳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接下来准备几个松龙 松龙可以提高免疫力 松龙所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 具有综合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特别是松龙中所含的双链 松龙多糖可以激活人体的细胞 对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 具有确定的增强作用 对身体虚弱 术后产后人群快速提高免疫力 具有一定的功效 松龙多糖还可以增强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清除体内产生过量的自由基 降低组织细胞的过氧化程度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具有抗衰老的作用 松龙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远远高于饱和脂肪酸 其中油酸、压油酸的含量 占脂肪酸的比重很高 油酸、压油酸等有效地清除 人体血液中的垃圾、延缓衰老 含有降低胆固醇的含量和血液粘稠度 预防高血压、动脉周样硬化 和脑血酸等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作用 松龙清洗干净去掉根部这些泥 清洗干净之后 改刀把它切开 接下来准备一块豆腐 它的主要成分有硫酸钙、氯化钙、氯化铭、氯化铭、氯化铭等 所以豆腐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都比较高 100克豆腐的钙含量高达138毫克 一点也不亚于牛奶 有比较好的补钙效果 切好的豆腐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不粘锅 锅里放入一点食用油 然后放入两颗鸡蛋下去 把它煎成荷包蛋 煎好的荷包蛋 把它放入菜板中 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锅里再放入一点食用油 把虾壳放入进去边炒出油脂 再加入两块生姜 虾壳炒出油脂来之后 加入开水 盖上盖子煮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虾壳里面的所有营养和味道都已经释放出来了 把这些渣捞出来 把汤汁留下 把豆腐还有松笼 还有鸡蛋放入进去 盖上盖子 再煮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加入虾仁和裙带菜 再煮两分钟左右 起锅的时候放入一点枸杞子 调味的话只需要放入食用盐 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 这样一款非常简单 营养又美味 含盖料又高的 裙带菜汤就煮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也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